我們上課 講到生態系的審存 什麼是生態系? 一個生態系是什麼?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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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三種 消費的那種生態系 就是三種東西 自然在一個環境裡面生存 這個環境是要做平台系 OK,不完整喔 這樣講還不完整 環境跟生物有... 環境跟生物兩種 這主要是說生態系的基本 那但是還有前提啊 三角 什麼? 三角形 三角形是一個食物鏈的循環 對不對? 食物鏈循環 但是我們在講生態系的時候 還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那時候不是我們講說 為什麼我們人 根本需要這個環境 不能穿這個生態系 因為滿主要在這邊 最後一個月之後 因為我們人是經濟出復 等不停持續在這個環境生活 對不對? 剛剛講生態系說 一直在這個環境生活 叫做生態系 這樣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些我們做的生態系裡面 都是一個小生態系 當然前提是裡面 生態能持續活著 如果不小心幫忙走了 裡面生態都死光了 那就不叫做生態系了 好 所以我們知道生態系裡面 有生物 對不對? 這樣上環境 好 那就生物來說呢 生物裡面就分了 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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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我懂嗎? 剛剛講有人講一個循環 是什麼循環? 正常的 正常的 然後呢? 消費的 消費的 用環境 然後再回來 什麼? 分解者 分解者 什麼是分解者啊? 分解者就是將 那個消費者消費完的東西 將它分解掉 消費者消費完的東西 把它分解掉 比如說 比如說 製設的東西 製設 那你講就讓他先講 對 下次下個主題 你可以體驗一下 那分解者 止分解 吃剩的東西嗎? 排泄物 排泄物 排泄物就是 吃剩的東西 死掉的生物 死掉的生物 被分解 比如說 我今天是消費者 或者是分解者 消費者無法分解的東西 又分解的東西 是嗎? 有細菌啊 第一個 你事實上講了三個東西 都是一樣東西 吃剩的東西 或者是吃完 排泄出來的東西 或者是 我們吃完不能消化的東西 那時候是指的是排泄物 你講 吃剩的是指的說 還有一個狀況 譬如我吃麵包吃一半 不吃了 丟旁邊 那就跟排泄物不一樣 那吃剩的東西 所以有兩個東西 吃剩的有點像是 剛剛 灌成講的肚肉 我吃剩的東西 放在旁邊要補敗 補敗的過程是什麼 分解啊 補敗的過程是分解 補敗就是 就是我們被分解的過程 就是那個夥伴 這被誰分解 細菌 細菌分解對不對 細菌在分解這些食物嗎 細菌如果 就我們上次學過的分類來講 細菌分成哪一類 我們講會分解它會有哪一類 哪一界 哪一界 哪一界的東西可以分解 生物啊 原生物界 什麼 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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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什麼 圓…什麼 我认为原则的生物件,生物件,生物件,生物件 原谷的原谷 有核,有核,有核,有核 想想想这三个 细菌是什么? 这三个谁会来分解它? 分解我们吃剩的,或者是排泄的 或者是不要的东西 想想想 谁来分解? 圆核 圆核,为什么你觉得是圆核? 因为圆核包含了所有细菌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只有细菌可以分解吗? 还有啊 还有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是圆核 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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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事先的分解 像酵母菌 酵母菌可不可以分解 可以 可以 酵母菌就是用來分解 酵母菌就是用來分解 它分解說植物類的東西 它分解糖類 分解澱粉類 它都可以 但是酵母菌 可以耶 當然可以耶 分解它全拿分解 好 那原生生物腺呢 可不可以分解 可以 不行 每個都可以嗎 原生不行 原生生物腺又分成三大類對不對 哪三大類 原生菌類 原生生物類 原生生物 原生 原生生物類 原生動物 原生菌類 原生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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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類沒有原生藻類 就是藻類 原生菌類 可以 那請問原生動物可不可以分解 原生動物可不可以分解 原生動物是食材 不是 消化 消滅的吧 會消滅 原生動物也可以算是分解的 可以喔 對 那怎麼分解啊 就 怎麼分解都怎麼分解 像一樣是分泌 分泌 可能酵素去分解它 那一樣 原生動物 原生動物裡面像這個阿米巴草 就是原生動物啊 阿米巴草是甚麼動物 阿米巴草是甚麼動物 阿米巴草就是這種 單細胞動物 單細胞動物 單細胞動物都沒有動 找了一下阿米巴草 各分久 阿米巴草 那個你們在問一個問題齁 在問一個問題 有時候都會就是說 欸 只是 只是你看過沒有 那大部分有時候就是你 你就只是說我沒看過 所以我不知道它找怎麼樣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等待答案嗎 去思考 不是思考 有些東西去找答案 不是去思考 思考你沒看過就沒看過 你就思考出哪裡 對不對 那課本有寫過 為什麼看過了 所以為什麼跟你講說 其實很多東西在課本上都有 你們要吃了去去看課本 阿米巴草 在課本 在課本 我這是八字驗 我幫你 幫你見影蟲 就是這種阿米巴草 他的 電影蟲是喔 對 就是這種阿米巴草 就電影蟲他有腦嗎 電影蟲 就有杯子王蟲 放出來 杯子王蟲 所以呢 這三件其實 都可以拿來做分解用 他們都是分解者 在自然界上 他們可以分解者 只是 在原生生物界裡面的藻味 不算是 原生生物界裡面的藻味 是什麼 這三者是哪一者 是生產者 生產者怎麼區分 誰是生產者 生產者其實是知道氧氣 知道氧氣 知道氧氛 知道氧氛 然後他怎麼知道氧氛 他怎麼知道氧氛 他怎麼知道氧氛 生產者他有一個特殊的觀念 是什麼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怎麼知道氧氛 他怎麼知道氧氛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就是每個生產者都會 光合作用 剛剛就很強勁的事情 我說生產者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光合作用 每个生产者都可以 所以我们帮穹腕加一个 解析这样好快 好 穹腕头发扎起来看起来比较凉快 所以可以认真上课 行动的作用者都叫做生产者 请问问题 那蓝义菌算成哪一者 生产加消费 生产加消费 消费者 加分解 那哪一者 生产者跟消费者多少 生产者跟消费者 那消费者怎么定义 就是吃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养分 比如说 比如说 获得养分 什么获得养分 吃东西 吃东西 消费者是吃什么 消费者吃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 或消费者 所以我说举个例 哪些东西 举个例 果实 消费者肉 消费者可以吃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消费者 对不对 所以消费者可以帮我量度 一种是 我可以吃生产者本身 例如像 这种白菜 白菜是不是生产者 是啊 因为它行方有作用 那人是不是白菜 是啊 是不是算消费者 算啊 算啊 牛 假如人类生产 白菜 白菜 然后再把白菜吃掉 那人类干什么 人类算生产白菜 我们在这边讲的 不管你是 我去种菜这件事情 不代表就是生产者 懂意思吗 我去种菜 不代表我是生产者 这就是消费者 未消费者 有一种 共生的概念 刚刚 罐子的时候 有问题是这种 我们人类去种菜 去种菜 我们人类是生产者 还是消费者 消费者 还是消费者 不会说因为我去种它 我就变成生产者 生产者 生产者指的是 它本身去有戒律素 它可以行方的作用 从阳光跟水跟空气 把它产生成养分 为什么生产者 一定要是有戒律素 那没有约定是什么 做生产者 什么行方的作用 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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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要从那个 从阳光去得到养分 从阳光去得到能量 等下说没有讲到群 没有用水得到能量 能量 能量 能量的来源 目前来讲都是日光 现在我记得到所有的能量 来讲都是日光 日光 然后它得到日光 然后它得到日光 能量之后呢 它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跟水 你看这么简单的气体 转换成葡萄塔 这就是光满作用 这就是光满作用 这就是光满作用的功能 它从阳光 承到能量之后 它可以把二氧化碳 跟水 转换成葡萄塔 葡萄塔 就是我们能量的来源 对不对 其他的消费者 那为什么牵扇者 那生産不动 牵扇者没办法消费 他消费什么 可是他消费水 这些是没有生命的 等一等 你不会这样吗 不能这样 这不是我定义的 这是生物学家定义的 我们现在学的生物知识 所以去follow生物學校的經營 有一天冠層 變成偉大的生物學家之後 冠層可以經營別的東西做不定 經營修一文字 但是現在我們是follow這樣的經營 就是說這是生物學校經營下一個 我們知道說生產者是行光而作用的 消費者是吃別人的 吃完生產之後 由分解者來說分解成最小 最基本的元素 這是一個循環 人類成為消費者呢 他會去破壞的 你說破壞的瓶我們等一下提到 破壞的瓶 但是我們先再提醒一個事情 消費者如果他要根本的定義 他會分成兩種 一種是肉食吸引好不好 一種是 哪兩種 哪兩種 他一個叫做刺激 刺激叫刺激 刺激叫刺激 兩次刺激 這是草的 這樣不夠清楚 這是生產者看來容易 刺激叫刺激 刺激叫刺激也不夠清楚 來把它定義清楚 刺激叫刺激 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舉手 好 舉手 刺激是吃生產者 生產出來的 刺激是吃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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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是吃刺激消費者啊 不夠清楚 來舉手 試試看 快點 我根本不太奇怪了 我不奇怪 課本上也有寫過了 你們都沒有看清楚 那我現在要弄清楚你們的說法 書籍跟吃極到底怎麼說的 什麼是書籍消費者 什麼是刺激消費者 刺激消費者 所以這個文童 書籍消費者就是 就是去吃生產者 然後去吃消費者 就是 主要是去吃消費者 你講的跟灌的很像啊 自己消費者吃生產者 自己消費者 哪有 對這個環境的消化 不是 你們講的很接近 但差一點點 很接近 差一點點 問你一個問題 簡單來講問你 這是邏輯今天的問題 我吃菜 我吃菜 我是等我吃菜 請問我這個農碗消費者 不是啊 我不是啊 為什麼不是 因為你會舉動 各位看一下吧 所以什麼是書籍消費者 不是 所以書籍消費者 指的是只吃生產者 只吃生產者 只吃生產者 比如說什麼是只吃生產者 因為你不吃肉 肚子是 對 不吃肉 只吃草的 你有哪些生物是這樣子 牛 牛 野生啊 羊 羊也是 馬也是 還有沒有 鹿 鹿 鹿也是 吃素的人 我們也講說動物 還有很多動物 我們常看的 我會講 吃素的人 全素的 吃全素的 你可以 其實這東西有點小小的注意 問你吃素的人 請問他們有辦法避免到菜上面的微生物 菜上面的昆蟲 菜上面的一些長牙巴的一些東西 你不是這樣想啊 那些素肌上面的 他們也不能進一遍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這樣講也對 所以說假如我們是故意的話 那是算素肌消費者 就要打臉 沒有沒有 那講有道理啊 我覺得 打臉 這不算打臉啊 就是 你講了我可能是反駁你 我講了你還反駁我 這算打臉 你不活欸 對啊 我覺得 可以反駁就是打臉 我不覺得是這樣子 只提出一個 我邏輯上的一個失誤而已 沒有錯啊 有可能 對齁 所以素肌消費者 我真的這樣講的話 那 應該說素肌消費者是 就是 它的原先的主要 就是 食用的 來源就是 生產者 就是 炒吃 呃 含月律出的東西 不是問題 它是 素肌消費者 那 食品消費者是什麼 它是 只吃 全雜的 只吃肉不吃菜嗎 對哦 都全雜的 全雜的 什麼都吃的 它可以只吃肉 你可以只吃菜 只吃菜就是 素肌消費者 它可以只吃肉 也可以 也可以吃肉吃菜 對也可以吃肉吃菜 什麼都吃的 就是 什麼都吃的齁 就是 自己消費者 你這樣清楚嗎 嗯嗯 那請問老鷹是哪一個 老鷹是 自己消費者 你這樣清楚嗎 那請問公雞是哪一個 公雞 公雞 公雞吃什麼 自己吃 公雞也吃是草 也吃蟲 公雞也吃草 那炸蟲呢 蘇蟲 蘇蟲 蒼蟲呢 蜻蟲呢 蘇蟲呢 蘇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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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蟲吃肉嗎 吃 哈蟲 好不好 哈蟲 蘇蟲會吃昆蟲 會 沒看過 哈 蘇蟲 蘇蟲只吃 只是草啦 哪有 然後吃昆蟲啊 你看過什麼時候 蘇蟲吃昆蟲 我拿著蘇蟲 這是冬絲 哈哈 這是冬絲 我們剛剛上午吃 吃肉嗎 那就是我看到的 欸秀蟲那冬絲呢 冬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吃肉 冬絲 但是我看過 螳螂吃肉 廢話螳螂不知道啊 那你到哪裡幹什麼啊 哈 我不知道啊 喝 喝 有需要這樣喝嗎 這兩天就每次講話 都激動了 哇 激動 真的感激 對啊 好 好 所以我們對生餐者 跟消費者 都有點乾淨 所以這就是一個食物鏈 就是一個食物鏈 運運相反 可是這邊請 這食物鏈有的地方 化的不是非常好 我覺得啦 我覺得不太好 像生餐者 有時候 有沒有直接給消費者吃 對不對 對吧 生餐者會不會直接給消費者吃 會不會 直接給分店者吃 會不會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哦 結果速度亂掉 找到地上 你分店者直接去分店 那不用等到消費者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我不忘了你說 你這樣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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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想有點奇怪 也許 其他我就是客人 他沒有特別寫 一個那種一個循環 就是 說 就是生產種 生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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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有自己的 那會有在 對 生產種 课本上没有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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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的15年 那我现在15年在将军行 我刚没有画 所以就在将军这条线 其实课本上面也没有写 你看他这边写 生产者给租籍消费者 租籍消费者给租籍消费者 他没有讲高分 课本上有讲分裂者 课本上没有讲到分裂者 课本上有讲到分裂者 课本上没有讲到分裂者 课本上有讲到分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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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写啊 有分裂者 分裂者是把 所有的生物碎屑都拿来分解 那我们在讲到这些过程 我們再回到我們之前講的 食物業的之後 就是每個人的課本之前的課本 也沒什麼換出來 這樣才好 這樣才可以討論 每個人跟我們不一樣就可以討論 所以我很希望說 假設你們所有課本之外 你們有更多的那種就是 知識來源的話可以去多看 就不管是看看什麼 有時候就做觀念生物學 或者是去看看別人學 觀念生物很差的 那不一定啦 你覺得不好看 但是你覺得不好看 但是有些人覺得不錯的 好 好 那我們想想看 這是一個生態系 根本都是草 所以草是什麼 生三個對不對 好 生三個 結果呢 來了 妳是炸門 炸門皮的原效 來 妳是炸門 炸門皮 炸門會生草嗎 是啊 假設炸門太多會幫什麼事情 這吃光了 好多 草莓先吃光了 他們揮一下就先打架 好 炸一片吃光 吃光之後沒有炒吃 他們就打架 炒吃光之後 打架 然後發生什麼事 炸一夲 炸一夯 炸完幾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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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完幾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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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 我們吃草 因為可以 草蠻盤一變多 草一變少 草變少呢 草叢的程度之後 草蠻開始餓死了 草蠻就變少 草蠻變少呢 草蠻開始變多了 草變多 草蠻開始變多 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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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就會變成一個平衡 對不對 會一個一下多 一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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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過程就是一種 你叫做蕭長 如果說按照中文的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比蕭我長 就是你 草的時候我就變多了 可以這樣的概念 所以 草蠻跟草會形成一個平衡 好了 那如果我們來講 如果今天來的一隻鳥 鳥看到這邊有 好 鳥 鳥 飛進來了 鳥 雞也是鳥啊 鳥 看到這邊有大門 還是保身來有大門 把牠飛進來 請問這個生產區發生什麼事情 會爆症 爆症 什麼東西爆症 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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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加持啊 然後這鳥飛進來的時候 生產區突然變什麼事情 炸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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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蠻變少 然後 炸蠻 炸蠻變少 再平衡一下就 gameplay 炸掉 想要這平衡而已 揣 好РИ אל 炸蠻 炸蠻變少 會 怎麼樣回來 就是 炸蠻 Đi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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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OK 所以鳥是吃到外面 對跟鳥肯定一定要吃 對跟鳥肯定要吃 三隻炸蠻 好 我們來算一下一天牠 administrators 20隻 20隻嗎 這麼多啦 那這個操場呢 這操場有100隻 操蟲 維持五天 這前女士我們不知道操蟲或是繁殖 假設操蟲繁殖很短 這100隻呢 100隻的情況是怎樣 你為什麼 要繁殖突然施施 假設100隻每天可以繁殖 每天可以繁殖1隻 太少了 維持不下去了 維持不下去了 如果是平均的話 50 要50 一天可以繁殖幾隻啊 一天一定要繁殖20隻才能夠平衡 一天一定要繁殖20隻才能夠平衡 可是一百隻要繁殖20隻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基本上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種情況沒辦法維持的情況之下 沒多久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鳥就離開了 然後鳥就離開了 沒有東西 鳥就飛走了 沒有 還沒飛走 那是群體的 為什麼 因為老伴 鳥很容易移動嘛 鳥就飛走了 所以這個生態系就維持 只剩下一點點的障碼 為什麼會有一點點的障碼 那不是蜜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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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抽中啊 它不會咬路 那是長腳蜂 那是細腰蜂啊 那是蜜蜂啊 那是蜜蜂 那是蜜蜂 它不太會驚人 它不會咬路啊 蛤 它不太會驚人 它不會咬路啊 有可能會驚人啊 有可能會驚人啊 你先攻擊它 它有可能會驚你 但是基本上它不會攻擊你 它不像蜜蜂 那不像蜜蜂 現在你可以看到是 這個鳥吃一吃 蜜蜂被吃光了 它就飛走了 對不對 它就飛走 飛走之後會怎麼樣 會死掉掉 被死掉掉 蜜蜂會不會全部被吃光啊 不過你們 會 可能一些人很喜歡吃雞 這個機會 有時候不太高 因為那麼大一個場地 假設蜜蜂全部被吃光 也不是那麼高 不會啊 來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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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基本上蜜蜂有一根草 躲在一起 它藏起來 它被勾結了 所以要保護身 那如果叫我老爺 就直接吃蜜蜂 就直接把你吃蜜蜂 對 假設有些 當它的繁殖量 它不是一百人 它可是兩百人 它繁殖量 它繁殖量 然後它先吃蜜蜂 這時候就平衡了 這攤在一起這鸟子給肢下來 鸟都植下來就是當它們有一個平衡 為什麼會養肺掉啊 你現在來看看就說了 我說平均就是 你一隻太六 你那隻繁殖是女生 然後那隻鵟就會是幾 對 非常變平衡 因為那些繁殖量的繁殖 就會恥掉 恥掉 對 如果恥掉之後 非常有趣的地 它是一下多一下少 知道我看的 好有趣的 很复杂 你看我这枝在里面 因为你植物馆哪里的枝在里面 我看你们每年都说有枝在里面是这样 你植物馆哪里的枝在里面 我摔摩 这枝在里面本来有田朵 现在田朵没有 可是现在还有一只 瓜尼本来有三只 现在有三只瓜尼 两只瓜尼 那现在其实里面还有别的生物 它为止这枝在里面还在平衡 还在发生 那未来发展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生态里还没有真正的平衡下来 它还是持续的变化 你们在干嘛 抢贴 我是抢贴 这个终于不是抢贴吧 对呀 真的不一定有什么 抢贴 OK 好 打湿一点一下 你刚刚说抢贴 你刚刚说抢贴 你们家是在抢贴 买吗 有跟他什么都很好笑 我为我们家可以 注意一下 你那个放在旁边去 YES 我得不到 你也跟他学不到 好 所以我们说 刚刚讲 有这么多大猫 它就有一定的负荷量 所以每个生态就有它的负荷量 这个当一个新的生物起来 它就造成一个破坏的情人 对啊 在黄石公园 就会破坏 对 在黄石公园 其实他们本来 像是野狼很少 野狼为什么很少 因为人类就有野狼 会攻击人类 这马尝了 所以这只要 不会换负荷 它只有熊啊 为什么没有人杀熊 熊 熊 也是有啦 但是熊的数量 像被比野狼少 在那时候 后来 后来 雄不会有什么反动 后来 变成 你呀 雄发生就蛮脏的 好像发出来 后来发现野狼少了之后 会发生一件事情 狼变少 狼变少之后 什么都会变多了 就那个 什么 什么 誰? 我要再吃一口 那吃一口就不用幫助聲音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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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準備去跟你講 好,人變少了,什麼都會變多了 被他吃的都會變多 誰變他吃? 一些布 布都變多了 為什麼食物都變多了 陳瑞,不要再刷存在感 好不好 我會一直看著你 但是你不要再刷存在感 你可以仔細聽課程,你也會有存在感 那不用靠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一直都不看著你 我雖然沒有信念心 來 露,露就變多了 露變多之後,舌會變少 對,藍牌變少 對,植物會變少 植物會變少,所以後來 西附啊,整個黃石東裡就變光不出了 可是你知道嗎?植物變少 植物變少為什麼問題? 他已經寫寶殼了 沒有,就是 植物是生產植 當植物都變少了之後 請問昆蟲會不會有? 不會 沒有昆蟲 昆蟲沒有的,鳥會不會有? 人家長到黃石東裡就扣掉了 鳥也沒有了 黃石東裡還在 黃石東裡那時候 基本上裡面就變成生態 那生態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後來呢,就有科學家研究說 生物水要研究說 欸,我們在適度的 再引進一些藍進來 是不是會改善? 果然沒錯,藍進來之後 物變少了 如果變少之後呢 植物就變多了 植物變多之後 整個生態變成這樣 黃石東裡 火傷不是有放放冰河 火傷? 沒有啦 沒有,火傷高發 沒有,我已經透過耶 那就是電影嗎? 電影害死 所以,藍進來之後 他讓生態心進入另外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是一個好的平衡 因為 你看喔 鹿本來沒有它的天井跟意志 有啊 誰? 熊 熊吃魚啊 熊不吃鹿啊 熊不吃鹿 熊吃風鹿 熊不吃鹿 熊不吃鹿 基本上就因為熊去攻擊人類啊 熊去攻擊人類 熊去攻擊人類 都不是因為吃人喔 熊去攻擊人類 不會吃人喔 熊吃攻擊人類 有時候是因為 人類去照顧牠 或是人類剛好 介於牠的安全體 就在門內 所以牠去攻擊人 牠不會吃人喔 所以 但是狼會吃喔 狼會吃鹿 狼真的不吃鹿 牠會吃人 牠就已經有鹿吃到牠會吃鹿 牠就已經有鹿吃到牠會吃鹿 牠會找方便容易的啦 牠會找方便容易的啦 如果你一個人落端在那邊 牠會可能會吃鹿 牠會有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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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狼進來這個鑽在一起之後 狼進來這個鑽在一起之後 狼進來這個鑽在一起之後 牠很容易把鹿做一個平衡 所以這個鑽蟲 其實從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我們去拿一些怪來種 就是說朋友有些人說 這個這個老猛好可愛喔 又帶來台灣養 這個什麼 tomatoes 變色老猛可愛 又帶來台灣養 狼動脫理是這樣 就是叫做台灣湯 狼動脫理jon 狼動脫理無小炙 狼動脫理 好久沒吃 狼動脫理 狼動脫理 然後他覺得這臺灣應該怎麼弄得 結果他已經進來了 結果葡萄長得非常快 那事實上後來可能是料理不會怎麼樣 反正黑粒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做 或者是還有可能性 葡萄可能在另外一個國家養的時候呢 他長出來因為水質土質的關係 他長出來比較好吃 所以進來臺灣做可能是反正改變了 他長出來變得不好吃 也是一樣 小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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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小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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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就大量增長 因為沒有東西吃到 你看 找到一個狼 就大量增長 你說 如果福豆滅絕了 就我們的電腦 怎麼會的 他說福豆如果滅絕了 這種有什麼影響 對台灣的食物有影響 什麼影響 食物會增長 農作湯都很強 那時候 這邊有一箱 有一箱那個 水族箱 對啊 那我會每天放那些福豆 就放三次 就在被 不小心弄倒之前 他大概長了 已經到一兩百隻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塞滿 沒有塞滿 你隨時看到福豆樓 不是 不是樓下呢 在那個水草進來給他 大概一禮拜 睡到夜子全部出光了 我現在像樓下那個 生態溝裡面 我有時候會放那個竹餅 就這樣抓一把竹餅 丟在生態溝裡面 基本上兩天 生態溝裡面的竹餅就不見了 為什麼 就被吃光了 就被吃光了 因為福豆樓吃得很快 那 你們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去神經展 一定會的那個 去做紫色的很嚴重的時候 你們看那個 康麵不是小吃康嗎 有福豆樓 有福豆樓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學校 沒有啊 沒有 最早基本上被吃光了 所以福豆樓很 很容易就把他做了 吃光光 小胖慢著蘭 小胖慢著蘭 另外一個問題 小胖慢著蘭 也是沒有天井 所以他會一直蔓延 他蔓延 他很像那個 他會把樹木整顆 我都要他們面對 小胖慢著蘭 應該有 我們台灣的很多樹木都會 大概這麼長 會比現在多 對 因為他的小胖慢著蘭 他是這種爬成類 所以其實這兩個小胖 會讓最頭的小胖 對啊 對 然後他塑在上面之後呢 他會遮住他的光光作用的效果 嗯 那個大的樹 他就沒辦法形光的這種 不容易形光的這種 他們兩根就不夠 然後他有一種東西 兩根不夠之後 這樹就容易死掉 這頭的小胖 什麼 像就好 像草 你說大這樣的像 對 飛沟裡進來了 那個 就是把口一樣 然後增長速度 都幾塊 是 可能會一個 就是小胖慢著到一個 車胖體的 嗯 然後在車胖體的 有那個樹木 一整片樹木 它就長了這樣子 不太像 不太像 不一樣嗎 OK 不知道怎麼像 還在彈一下 對 所以說外來種樹 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基本上 他進來一個環境之後呢 這個環境 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樣的天敵 所以他就會這麼彈眼 像你知道嗎 在台灣 假設田螺 跟古叫來 田螺 比較好 田螺 很好 田螺 不可以吃得好 田螺 田螺 跟古叫蘿 我覺得花姐會很難 對 對 對 小花慢 怎麼樣 你有幾個 他有土嗎 小花慢 當然沒有土吧 但是基本上 他的那個 因為他小花本 反正性能花粉色 就是會有引起過敏的現象 或是你印象中那個 你在小學的時候有提到 小花蜂子的外來種 還有那個古咒 這兩個在社會才有提到 對 他就順其忘記 但他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有沒有 我不知道耶 他剛剛在社會社會 我不知道 人家都沒問題 我不知道 好 蘿 你看 田蘿在台灣 田蘿的天底是什麼 胡椒蘿 胡椒蘿不是田蘿的天底 田蘿的天底是誰 誰會吃田蘿 這個你知道誰會吃 老鼠吃蘿 人類吃蘿 但是人類不算是天底 人類基本上什麼都吃 所以你都會去試 老鼠會吃蘿 田蘿的天底是 是螢火蟲的幼蟲 是啊 螢火蟲幼蟲會吃田蘿 在水裡面都有田蘿 看一下田蘿 那個 螢火蟲幼蟲會吃田蘿 像蝸牛 吃另外一種螢火蟲的幼蟲 會吃蝸牛 所以蝸牛其實 像目前有些地方蝸牛會有天底 是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現在的螢火蟲太早了 那蝸牛不是 你說那個田蘿 蝸牛的天底就是海鮮的小貓 一個是 田蘿是 那個水生的螢火蟲 然後蝸牛不是水生的 蝸牛是路生的螢火蟲會吃 沒有蝸牛是老鼠會吃 老鼠可能會吃 但是蝸牛每個東西都是蝸牛 很多蝸牛是蝸牛是蝸牛 哪些 蝸牛是蝸牛 蝸牛是蝸牛 還有呢 很多 蝸牛是蝸牛是蝸牛 蝸牛是蝸牛是蝸牛 它會酸去 一會兒給它打一針 也對了 最後兩天下 最後兩天下 今集出來 半天下 一乾 兩下 五層牛是蝸牛 三乾 八利 三乾 三乾 六乾 六乾 兩乾 五乾 五乾 八乾 六乾